似曾相识亿万年钟乳时被摆断,再断多少次才可以? 近期湖北一景区亿万年钟乳时被摆断引起网友的热议。 但在今年4月21日,山东天然地下画廊景区,同样出现亿万年钟乳时比一鸟被砸断,同样引起热议。 至今无结果,湖北太轻洞景区钟乳时被人不已摆断,当事人受到了惩罚。 虽说进行了赔偿,那么赔偿与道歉真的有用吗?并非偶然,位于山东省临仪市以水县的天然地下画廊景区,江北第一溶洞,在2019年4月21日同样出现钟乳时被砸事件。 事件被各大媒体转载,最终抓获了嫌疑人。两次的事件对当事人都进行了声讨,网友的评论也是一面道,但还要多少次被砸,才能让文明旅游普及下去呢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